河南信阳新线的许事务将军目前 摆放最多的就是茅台酒了 所有人都知道 许事务将军生前最喜欢的 就是茅台酒了 甚至曾经有酒神称号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就是这样一个爱喝酒的武将 却和邓公有着默逆之交 甚至在1985年邓公南下的时候 还专门带了一瓶茅台酒 去看望这位酒神将军 许事务将军 为什么这么喜欢喝酒呢 其实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自从1906年出生开始 一直到1914年的八年时间里 许事务将军 就和一个普通的贫农家里的孩子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就在许事务将军八岁的那一年 一个僧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是一个云游的武僧 当时正好路过许事务所在的村子 在看到这个武僧之后 在当时受欠欺负的许事务死缠烂打 硬是要跟这个武僧学武功 也许是拗不过许事务 又或许是看许事务的新城 所以这个武僧 就将许事务带回了少林寺 但是少林寺戒律森严 如果想要学武功 就要受戒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理解为出家 断绝红尘中的大部分所事 但是面对这条规矩 年幼的许事务 怎么也不愿意 因为在他看来 自己过来学功夫 就是为了避免以后被欺负 保护好自己的母亲 但是如果自己出家 断绝了红尘 那不就是白来了吗 面对执拗的许事务 寺里面的师父也肯妥协 佛门净土 怎容得一个孩子 再次胡闹呢 于是师父坚持 不肯传授他武艺 看着一直因为 没有学到功夫 而不愿离开的许事务 寺里的师父 也只能让他留下来了 但是每天干的 都是挑水 劈柴 煮饭这样的杂活 而这一干 就是三年的时间 让寺里的师父 没再想到的是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许事有 一面干杂活 一面偷偷地看那些 武僧们练武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渐渐地 他居然练得 比一些武僧还要好 并且因为每天 都要干很多杂活 所以这三年下来 许事有的身体 也被锤炼得异常结实 看着每天勤学苦练的 许事有 寺里面的师父 也渐渐地 起了爱才之心 于是 将没有受借的许事有 收入了门下 当成了自己的徒弟 亲自传授武艺 之前许事有 一直看那些武僧们练武 虽然自己也是有样学样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 师父系统的 教导步法和呼吸 中间练习的时候 也经常会有一些 不明白的事情 而这一次 有了师父的许事有 触略旁通 对于之前的疑惑 很快就解决了个干净 短短五年的时间 许事有的功夫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十八班兵器 不说样样都登风造极 但是少林群法和棍法 已经真挚化镜 但是 没等许事有 继续在寺中练武 有一个老乡 给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他的母亲病危了 这个消息 让许事有十分着急 他当即就要离开 去看望自己的母亲 但是寺中的师父 却拦住了他 既然已经进入了佛门 就要遵守佛门的规矩 这是师父说的 但是 许事有当即表示 自己当时并没有受戒 所以不能算是佛教中人 于是 许事有不顾寺中 众人的阻拦 一路硬是打出了寺院 在多年以后 许事有认为 当时自己的武艺 虽然高强 但是 当年阻拦自己的众位师兄弟 或许也是念在 自己回乡探母的情分上 网开一面 不然 自己 可能就不会那么轻松地 离开寺院了 而据说 当时许事有喜欢喝酒 就是受到了 当时一位师父的影响 后来 就渐渐地迷恋上了 喝酒的感觉 而且越喝越多 越喝越有名 逐渐就成为了一个 酒神将军 不过 这都已经是后话了 就在16岁的许事有 回到家之后 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麻烦 一次 许事有出门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一个 大地主的儿子 在仗势欺人 看着那个被欺负的孩子 许事有 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于是便出手阻止 地主的儿子 一来二去 双方就动起了手 许事有也没想到 自己在少林寺 学的武功这么有用 一时失手 居然打死了 这个地主的儿子 为了保命 许事有只能背井离乡 四处漂泊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 先是到了无佩服的部队 去当兵 后来经过一番辗转 终于在1927年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不久后 便加入了我党的队伍 开始了自己新的旅途 加入了我党的那一年 许事有将军 就参加了黄马起义 而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功夫 许事有将军 在军队中 那是如鱼得水 每次上战场的时候 就往冲的最前面的那些人中间找 一定可以找到许事有 也正是靠着这份勇气 许事有从最开始的普通战士 慢慢的到班长 排长 后来成了连长营长 一直到了1932年 许事有更是成为了红四方面军 34团的团长 正在他成为团长这一年 许事有的事迹 渐渐地被人们所知道了 因为在这一年的反围角作战中 许事有以自己团长的身份 七次参加了赶死队 两次担任赶死队的队长 一把大刀 砍翻了不知道多少个敌人 据说每当敌人就要到了的时候 许事有将军都会不慌不忙 朝着自己的嘴里 灌了一大口酒 随后眼神发亮地站了起来 握着自己手中的大刀 就冲向了敌人的阵营 因为许事有将军练过功夫 并且身体十分的强健 当时还有一张照片 就是许事有将军 一脸笑容地 举起了一个巨大的铁球锻炼身体 有功夫 身体好 加上英勇无畏的气势 许事有在敌人的阵营中 简直是虎入羊群 敌人很快就会被砍得魂飞胆裂 但是战斗 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勇猛就行了 许事有经常告诫自己的部下 我们的部队缺少武器 大刀 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并且在他的带领下 三十四团 可以说是人人都会打拳 人人都会捂刀 敌人每次都在战场上 看到挥舞着大刀的许事有将军 以及身后白茫茫刀光一片的三十四团战士 气势都会不由自主地弱赏三分 练武之人大多是豪爽的人 许事有将军也不例外 而正是因为这个直脾气 当时的许事有将军 差点和邓公失之交臂 许事有一直被一部分战士们看不起 而他的直脾气 也成了很多人攻击的目标 越想越气的许事有将军 当时都想要离开延安 自己去四川打游击了 后来还是毛主席将其劝了回来 这才有了许事有和邓公的故事 和邓公的第一次交集 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那个时候 无论是许事有将军 还是邓公 都是我军中一等一的好手 但是双方对于对方 却也都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 并没有见过面 一直到1938年的时候 许事有担任了386旅的旅长 在邓公的指挥下连战连结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过在40年的时候 因为某些原因 许事有将军和邓公 也不得已分开了 但是两个人的友谊 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发的深厚了 时间一转眼 来到了1956年 中央发表火葬的倡议书 为了起到带头作用 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导人 都在火葬的同意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 唯独许事有 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 其实 当时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许事有将军 就找到了邓公 表示 自己不愿意火葬 因为在许事有的心里面 忠孝二字 是最为重要的 自己既然已经投身报国 那就不会再有一丝的改变 但是活着的时候 没有能给自己的母亲亲孝道 他希望自己死去的时候 可以葬在母亲的身边 陪伴着自己的母亲 面对这个原因 即使是邓公 也为之动容 但是毛主席 在听闻许事有 不愿意签署火葬倡议书的时候 原本并不太高兴 但是邓公 却亲自找到毛主席 向着毛主席 说出了许事有将军的苦衷 在听完了邓公的讲述之后 毛主席终于也是理解了 许事有将军的心情 后来 除了毛主席 和许事有将军之外 几乎所有的领导人 都执行了火化的决议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也让许事有将军 对于邓公一片感激 1985年 是许事有将军的八十大寿 而邓公 也刚好在这一年的一月南巡 经过南京 在到达南京之前 邓公曾经告诉南京的省委书记 韩培信 表示 自己到了南京之后 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战友 许事有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许事有的耳朵中 这让他十分的高兴 自己的老战友 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自己已经八十岁的高龄了 身体状况每日愈下 老战友见一面就少一面 自然是高兴得很 并且当时许事有将军表示 自己亲自去车站接邓公 老战友就是老战友 邓公在得知了许事有将军的反应之后 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 但是他也知道 当时许事有的身体情况并不算太好 当时还是数九寒天 如果再招凉 受了风寒就不好了 于是他让韩培信 转告许事有 说为了他的身体着想 就不要去车站接自己了 到时候到自己在南京的住处等自己就好了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当时许事有将军也说了 但是因为邓公还没有到南京 所以住处也是机密 并没有人知道邓公会在哪里下榻 许事有只能告诉韩培信 如果邓公住所的消息 立刻要告诉他 韩培信答应了 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 许事有将军每天都在准备着迎接邓公的到来 终于就在2月1日的时候 韩培信传来了消息 今天邓公就要到南京了 并且告诉了许事有 邓公即将入住的地方 听到了消息的许事有 穿上军装就要往外走 这几天 他几乎每天都刮胡子 目的就是在听到消息后 可以第一时间的去见邓公 随着邓公的专车缓缓停下 早已在此等候的许事有 一个箭步冲上前去 握住了邓公的双手 大笑着说了两声欢迎 随后 两人便一起走进了屋内 当天上午 两人在屋内聊了很多东西 有以前的争容岁月 有行军打仗中的趣事 也有自己对时事的看法 最后还谈到了许事有 正在写的那一本回忆录 这本回忆录 并不是许事有 为了记录自己的功绩而写的 而是为了让以后的战士们知道 当时的自己是如何打仗的 让后人有一个可以学习的经验 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 哪怕是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 也是好的 而这一天下午的时候 邓公留下了许事有将军 请他吃饭 期间 邓公拿出了一瓶 许事有最喜爱喝的茅台酒 并且告诉许事有将军 知道许事有喜欢喝茅台酒 这次来 为的就是给许事有助寿 所以带来了一瓶八十年的茅台酒 这让许事有很是高兴 他表示 自己喜欢喝酒 但是最喜欢喝的 还是茅台酒 而且这酒是越沉越香 这一瓶八十年的茅台 一定很香 或许是预感到了什么 在这一天 许事有将军和邓公说了很多 期间他还曾经谈到了曾经的那个问题 但是邓公在听到了许事有的顾忌之后 斩钉截铁地表示 当时的许事有在那件事上有很大的功劳 正是这个回答 解开了许事有将军几十年的心结 几十年前 他差点因为这个脱离了我党 虽然在主席的开导下 他已经释怀了很多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终归还是有那么一点心结 而邓公的这个回答 让他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 有了这个答案 自己这次就算是死 也瞑目了 而在酒足饭堡之后 许事有带来了自己找来的摄影师许家生 这是他一早就想好的 他想要和邓公合一张影 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 下次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没有一张合影怎么好呢 于是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下 两个因为喝了茅台酒 而红光满面的人 留下了他们人生中最后一张合影 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五张 而在许事有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爱不释手 他不断地表示 明明邓公比自己大两岁 但是因为头发多一点 以及身上那鼻挺的中山妆 看起来却比自己要年轻得多 真好 随后将照片分了出去 一张给了邓公 一张给了自己的秘书 两张给了当时的工作人员 还有最后一张 留给了自己 九个月以后 也就是1985年的10月22日 许事有将军病逝 而那张合影 也被他带到了坟墓中 在之后 祭奠许事有将军的时候 人们总是会带上一瓶 他最喜欢喝的茅台酒 将散发着香味的酒液 倒在将军的墓前 以此来表示对将军的思念 与敬重